这首《不敢说》的代表作 就是宋朝新戏籍的《丑奴儿》这却词 由于这首词大家都很熟悉 我只想谈后半却 它说 而今是尽愁滋味 欲说还修 欲说还修 却到天凉 好个秋 大家的理解可能会认为 新戏籍它欲说 可是终究还修 原因是因为语言很有限 语言很苍白无力 不足以表达心情与万一 所以就觉得不说也罢 这是我常听到的一般人的一个解释 但是呢 如果我们对于人性 对于科幻人性很透彻的文学作品 来互相参照 互相揣摩 我们就会发现 可能事实不是这样 新戏籍的欲说还修 请各位要注意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 而今是尽愁滋味 事实上 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用词 那就是尽这个字 你不是只是懂愁滋味而已 你是是尽愁滋味 历尽沧桑 备受打击 心里已经百受煎熬 这样的一个是尽愁滋味的人 他为什么会欲修还修 可见 我们有很多的空隙 还来不及填补 首先的第一个空隙就是 试尽愁滋味的人 他还是想说的 他不是觉得语言不足以表达 所以我放弃言说 不是这么的简单 因为我们都没有 试尽愁滋味的经验过 那么当有这样的经验 再回来看这首诗 也许我们会豁然开朗 我们会知道 原来这其中有 不足为人道也的心酸 那个心酸在哪里呢 我就举 我看到的古今中外的 一些类似的例证 然后让大家更明白 心系级的欲说还修 究竟是建立在 怎样一个心理的状态上 那么我现在引用的是 法国的作家加谬 他在他的代表作 《瘟疫》里面 所写到的一段话 那因为瘟疫的来临 使得整个城市里面 死伤惨重 每一家户 大概都有许许多多 生离死别的悲惨 那么愁云惨物之下 大家都备受压抑 整个城市又被封锁 那简直与世隔绝 每个人只能够咬紧牙关 苦苦承担 自己心里面的追星器械 于是呢 瘟疫这本书里面 涉及到这些人的 内在的心理 这段话我读到之后 我觉得简直就是 心气级的绝佳注脚 他说 我们之中 有人想把他自己的担子卸下来 或者稍微谈谈 他自己的感触 他得到的回答 不论是什么 通常都会使他受伤 这一点请各位放在心里面 请注意 他想把他的担子放下来 他想谈谈他的感触 他是想说的 他不会因为语言 这个乏力就不说 不是 他想说 因为对世境仇字未能来讲 能够谈一谈多少 就能够减轻他的重担 这就好像一个 全身都在经历痛苦的人 他唯一所想的事情就是 只要能够减轻一点点痛苦就好 这个是我觉得 很多人你可以在生活里面 生命的经验里面去检验 真的 急痛的情况之下 你唯一的希望就是 能减轻一点就好 而为了减轻一点 你愿意做任何事情 那么问题是 他为什么还修呢 为什么他终于就没有说呢 因为 家缪又说得很对 无论你得到的是什么回答 通常你都会受到伤害 这是有亲身体验的人 你一定会在这里得到很大的共鸣 为什么呢 因为 虽然这个受尽苦楚的人 他是从日日夜夜 返出的个人悲痛的深渊里 说话出来 虽然他所表达的意象 是长久的苦难所慢慢塑造出来的 是那么真实的一个血泪 但是 这些东西在那些听他说话的对手来说 其实是毫无分量 为什么呢 因为听你说这些话的人 他会觉得你的话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一般的感慨 是市场上 很容易就可以到处看到的很廉价的感情 所以 当对方是这样反应的时候 当对方只把你的追星气血 视为一般普通的感情 一种大量制造的 在市场中心贩卖的伤心故事的时候 你这个受尽苦楚的人 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的期待落空 你所得到的不是了解与抚慰 你得到的是一种轻视或漫不经心 甚至反过来质疑 我想这些都有很细节的部分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补充 而在现代的文学里 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小说家 他其实也写到过类似的经验 那就是鲁迅先生的《祝福》这一篇 这一篇大家都很熟悉 写祥林嫂 历经很多的苦难 最后很不幸的是 他的爱子 唯一的儿子 是不是也被狼给叼走了 那这样子的追星气血的惨烈 其实天下最大的痛苦 其实是无过于丧子之痛 那个其实比失恋是更悲惨的 只是我们一般人不一定能够品味得到 那么鲁迅先生在这里 捕捉得非常非常之细腻 他说 祥林嫂历经这样子的痛苦 他真的是逢人诉说 因为太痛了 他非要有人来了解来分担 否则他承受不起 可是过不了多久 他慢慢觉得不想说了 为什么 他说 这个没有试字的一个乡下女子 他未必知道 他的悲哀 经过大家聚焦 赏见的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子 只值得反应和唾弃 但是呢 他至少还有一点点 尝试跟敏感 他不是王伟 可是他感觉得到 从人们的笑影上 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 自己也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 所以 这就是刚刚加缪所说的 那种真正的 总文 都是中文